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需要被重点关注的前三名 其中虚假宣传 产品质量 价格误导 以及发货 退换货等规则 是他的主要问题 被大陆官方点名 认为他在直播带货时 产生质量问题有疑虑 因而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需要更加关注和重视这些问题 消息一出后 也随即在网上引发 为我们热烈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